政府公眾諮詢後,決定維持投票時間不便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說會研究方法 將來即使縮短投票時間,都不會令市民覺得權利受損 最快2020年落實 國風又說執法機構正是跟進雷動計劃 潘耀昇報導 早7點半到晚上10點半 香港的投票時間長達15小時 政府去年問過市民好不好縮短些 結果收到1萬5千多份意見書 絕大部分都不同意縮短 政府決定不改 泛民主派就歡迎,但建制派就很不滿 是不是真的因為有幾萬個網上反對 你又不做? 如果是這樣,政府有諮詢、體諒 大家鬥,找多些網民去寫 要做十幾二十個小時的事 叫一個通宵 真是你睡一休息一整個禮拜都補不回 那你都要想一想 我們發覺出現了收回來的意見 有一種觀感就是 如果短了,是不是會少了投票時間呢? 感覺到自己少了些事的人 有沒有替代的安排呢? 即是他可不可以領襲吉日,預約去投票呢? 這個很複雜的 他說涉及修例,最快2020年才落實到 也有議員關注泛民陣營前年的配票行動 雷動計劃借民意操弄選舉 你這次不做不等於你不去監察這些什麼計劃 什麼計劃,接下來可能對選舉公正性的影響 不是說沒有事情做到的 選管會的報告那裡都清晰交代了 他是收到投訴的 他強調目前的法例足以懲罰借調查之名 實質賣選舉廣告的行為 有線電視記者潘瑤聲撥 謝謝